小芳是一个大龄圣女 决定不再依靠男人 所以去做了人工受孕 小芳想要一个健康的小宝宝 离开医院的时候 医生说你不用这样子走路 相信我的技术 是不会掉出来的 小芳太开心了 见到医院里这么多的孕妇 感觉自己也是多么的幸福啊 出门后天空下起了大雨 小芳上了一辆出租车 但同时也上来了一个男人 两人就争抢了起来 都说是自己先上车的 两人都觉得对方太小气了 所以为了显示自己高尚的人格 都下了车 这下好了 两人就成了一只落汤鸡和一条落水狗 这叫不打不相识 两人就聊了起来 发现对方其实也不坏 小芳去参加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互助会 这里面全是不需要男人的女人 他们都只想要孩子 不要老公 小芳跟大家聊天 感觉也非常的棒 和朋友出去逛街 碰到了那天抢出租车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叫小强 小强在这里卖蛋糕 他们聊了一会儿 小强约小芳去逛一逛附近的吃的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 不知不觉之中 两人都产生了爱情的小火花 接下来两人就顺气自然的约会了 小强很会制造浪漫 时常会给小芳带来惊喜 小强请小芳去他家 共进浪漫的晚餐 小芳本来已经对所有男人都死心了 但是现在却对小强动了心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在遇到小强的那一天 小芳却做了人工受孕 所以小芳想告诉小强自己已经怀孕了的事 但是浪漫的晚餐 却出现了意外 本来甜蜜的吻 却打翻了酒 桌子还着火了 小芳急忙灭火 最后两人将错就错 玩起了水 意料之外的事 总是让人无比的兴奋 最后两人情不自禁地接吻了 让爱情的火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小强邀请小芳去他的农场 小芳去了 当看到小强这个农场主的居住环境之后 小芳着迷了 这就是自己梦想中的田园生活呀 小芳的食量很大 因为怀孕所带来的激素 让小芳欲望也很强 终于是在一天夜里 他们发生了无比快乐的事 小芳觉得不能再隐瞒小强了 就告诉了小强自己怀孕的事 在认识你的当天 我做了人工受孕 小强感到非常的惊讶 小强觉得 我爱你 我就会接受你的孩子 但是小芳觉得这样做对小强很不公平 所以就离开了农场 但小强当然是不会放弃的 用行动支持着小芳 小强的行为就好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小芳觉得自己很幸运 给小强机会 也是给自己机会 所以最后小强和小芳 幸福快乐的在了一起 小芳生的是一对双胞胎 小强觉得孩子不嫌多 可以再多生几个